我叫岳阳 是今年35岁 是身在中国先议的大力士运动员 大力士运动实际上 从字面上来分析的话 就是比谁的力量大 比大力士的比赛呢 可能我们拉的汽车的比赛 重量是15吨 然后轮胎在400公斤左右 一辆局的比赛 现在最好成绩是 深蹲到360公斤 完了硬拉在290 完了卧推在260 应该全国能到一线比赛的 不到二线 能参加国际比赛的 不超过五人 小时候高级 搞音乐 四岁开始拉他这些 我在中学院考完九级以后 就去这个乐队了 那时候是中国唯一一支青少年的管线乐队 我在白宫也养过书 在那个维也拿约会也养过书 我爸最好的收入一个月才800多块钱 我妈一个收入才400多块钱 一堂大提琴课的一小时就是100多年 我一个月要上四堂课 我妈所以为什么落差这么大 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到一人 拉了十几年去 突然间不拉了 完了去一个大风向标的一个回转 变成这个移动了 我最早是14岁正式开始接触到这个力量训练 那时可能相对于同龄男来说 有一点胖 就是你同学啊 包括追你孩啊 可能会有一点自卑 言轻嘛 听真气嘛 我去健身房雷打不动 北京有一年冰冻 地球全是冰 我摔了四个呢 骑着自行车去的健身房 健身房一个人没有 我还最夸张的就是 在上大学不住的昌平嘛 我每天偷着坐到老车班军上 到市里来锻炼 锻炼晚上坐三四股之前 再回厂锻 就每天往返八二多公里 达里士运动是一个非奥运的项目 虽然可能更多的话 国家不会给那么大的支持 才能靠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维持这项运动 OK 吃饭吧 吃饭吧 我大学学的是机脑机网络的设计 我大学毕业以后留校当了老师 教机脑机课 我自己私自偷着吃的时候 偷着租了个地下室 就找了一个家健身房去上班 就瞒着家里辞了大概有四个月 我妈才知道 其实刚开始就不理解 后来这两年 我妈是通过因为学会了用电脑 用微信 才了解到了说 我参加了两个运动是为什么 这两年是开始比较能力的支持 现在这个时候 我经常说的就是 你能有一个爱好 就已经很奢侈了 但是你把这个很奢侈的东西 又变成职业 那就是奢侈这样的奢侈 大家看到身上有很多纹身 5%的那个纹身 好多人都不理解 因为为什么 其实人能坚持到梦想 走到最后来 只有5% 尤其这些几年 我过30岁以后 就是时不长的 一年会有一次到两次 受伤以后我就想 你这比赛比这么多年比赛了 该拿的也基本都拿过了 咱不说特有名吧 但是这圈子里 基本上都认识你了 还拼什么劲 哥哥一礼拜了以后吧 他们一脸 有婚似有痒 一看 好像还得去